HELLO聊世紀天野中心 大家好我是NEO 今天要來看賽爾特人對商運家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競技場地圖 好我們先來看藍色選擇的物名是賽爾特人 那賽爾特人在新版的世紀帝國裡面 有一個大改版 他的能力基本上主要能力是不變的 最主要有變的是他的銀貫科技 他的銀貫科技可以讓他劍塔還有城堡的攻擊速度增快 同時還可以增加城堡七格內的護兵回血 聽說回血速度好像跟金瑞狂戰士回血速度差不多 一分鐘四十滴血的樣子 那我不確定這個能力能不能好好拔回 我們在改版之前我也有講過 這個能力我覺得帶有商趣 畢竟很少人會在城堡下面打架 再來就是回血能力還要點下銀貫之後才可以回血 那通常點銀貫科技的時間點又偏少 基本上賽爾特人沒事不會去點這個堡壘技術 雖然造價便宜 250肉跟200斤而已 但是他的這個能力來說的話 還是會比較投資在什麼三級弓啊 或者是三級房上面 因為這個造價成本我們今天可以去點這個冰宮闖科技 所以我覺得如果要讓更多賽爾特玩家去使用這個能力的話 可能不能含黃金喔 可能就是木材跟肉就好 不然再投資黃金上去的話 我覺得對賽爾特人的使用性來說會偏低一些 那賽爾特人的一個最大的改版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銀貫 銀貫的話我們昨天喔 Viper已經示範了 銀貫這個文明到底有多誇張喔 非常強大 那但是南美洲文明喔一直有一個問題喔 就是他沒有火器喔 沒有火槍也沒有火炮 所以到了帝王時代之後 很容易被有這個強大工程器的文明喔 所壓制喔 例如這個榴彈炮啊 或是伊索比亞的那個彈射器喔 之類的這些科技喔 融被打成白刺喔 這個就是南美洲文明构統的一個弱點 好那贏家人的話 我們再稍微講解一下喔 贏家人的話這次改版喔 他的這個食物減免效果 非常的強大 那他的減免效果是很誇張喔 封建時代喔 就有這個 20%喔 黑暗時代有15% 這意味著什麼 你黑暗時代出棒棒的時候 就有這個減免了喔 那這個減免60 大概減15% 所以這個意思是說 他大概可以減 一隻棒棒只要40 40多肉而已喔 欸是這樣算喔 應該是吧 我大概只有算一下而已 那三隻棒棒才120肉而已喔 那一般來說 三隻棒棒是180肉嘛 對阿 60乘以上 180 那大概是130 120左右的肉量而已 所以硬家他前進打棒棒是不錯的 但是在競技場來說 他前進是不會打棒棒的 所以這個戰術我們先不討論 那硬家人這個能力呢 讓他非常強大的原因 是因為他的槍隊長 頭十手老鷹 劍勇戳戳 這些東西 都是吃肉的單位喔 所以基本上喔 硬家人算是南美中的 哥德仁的概念 非常的神肉 欸他本身喔 經濟其實並不是很好 有點像是哥德仁的感覺喔 雖然有大量減免 但前期經濟其實都不夠好 那他這個羊駝呢 算是比較好的一個加成 就是 團隊加成 因為硬家人本身 一開始是 上個版本喔 是自己只有羊駝 但是到了這個版本之後呢 硬家人是 羊駝 隊友也會給得到的 所以硬家人 雖然除此之外 自己很強之外 還可以給隊友 前期一個小小的buff喔 那這個肉量 前期一個加成喔 可以讓其他溫免喔 在前期不好的 經濟型風效 可以獲得一個 不錯的肉類加成 那我覺得硬家人 在經濟長張地圖的打法 還是比較偏老鷹的打法 那如果遇到賽爾特人的話 頭十手登場幾率是比較高的 老鷹的話 基本上是不會去打 老鷹不會打的原因是因為 基本上是被賽爾特的 單位counter 不管是劍勇阿 或是送爛武士喔 直接屌康 但是不打老鷹的話 對方工程系又很難解喔 那這個就是待會 硬家要去面臨的一個問題 好 那我們這邊先稍微加速一下 經濟場的話 前期算是比較枯燥的 因為大部分的打法 還是偏向於打直層 弓箭時代 也是不會有什麼菜都打到 直接蓋四級跟兵工場 直接點到城堡時代 算是比較主流打法 那我們這裡 就不講塔公公這個戰術了 塔公公也是很熱門喔 當然這邊賽爾特很明確 是沒有想要打的一手 兩邊都是打一個城堡時代開局 好 這邊硬家很標準的點下 二級龍二級木 那還點下了3TC喔 就是 就是 VIPER才能示範的 惡農惡木3TC 那硬家呢 確實也該這樣打 因為畢竟他沒有經濟的話 這個折扣就用不到 算是 欸 蠻正常的開局放置喔 也是 比較強勢的開局打法 好 那賽爾特呢 是選擇了輕騎兵開局 想來撿聖物喔 好 沒意外的話 聖物應該可以全部被撿走 這邊已經3生物 第四個生魚出去撿一撿 好 可以撿到了3生物而已 喔 4生物吧 應該有一個生物是硬家拿走的 欸 難道 全部的生物都被拿走了嗎 我們來看一下 喔 這個我靠 5生物 哇 通常 拿到5生物的 在我們頻道裡喔 大概有10部影片裡面 有7個都輸了 然後5生物輸的 總是特別快 不知道為什麼 好 這邊老鷹有數量上的壓制喔 直接把輕騎兵給壓了回去 那輕騎兵跟老鷹喔 在沒有神功防情況下都是奇攻喔 但血量來說 刺肉還是多了一點點喔 大概多10滴血 如果還有點瓶酒的話 會再多30滴血喔 會多非常多 但輕騎兵的一個問題喔 就是 赤肉非常的誇張喔 那老鷹不需要 好 那這邊 可以遭想到嗎 有點神聖思想 沒有 那可以兩刀砍死一隻生綠 哇靠 直接砍死啦 哇還有一隻殘血 很可惜 好 那這邊還是打得不錯 換掉兩隻老頭 還是蠻賺的 好 160肉還200斤 完全不虧 輕騎兵再來砍老頭 哇這老頭沒有控好 好 賽特人這邊已經點下地龍師帶了 好 點得非常早 這邊 這邊經濟 好到起飛 對是因為五生物的關係嗎 他上地龍師帶有點早 好 我們點一下地龍師帶STC 那硬家的打法是一個強攻 要來用出衝撐投車的方式喔 去攻破城門喔 沒意外的話應該是這樣打 這麼前面的話 不是投車就是衝撐喔 不可能是奴炮 奴炮沒有這個工程能力喔 雖然打賽特人喔 出奴炮來說的話感覺不錯 因為奴炮本身是 Counter步兵單位的 但這邊是在存資源 所以沒有馬上按工程器 這邊可能會賣一個木頭或肉 去點一下帝王 這邊上帝王師帶已經落後 有點久了喔 然後思考一下要不要轉一下兵 好車打個一發 踢地板沒有踢到 這邊打個一發也是miss掉了 那賽爾特的工程器喔 攻擊速度非常快速的 全遊戲裡面的工程器最快的 就是賽爾特的 攻速可以高達25% 這就意味著你出4台投車喔 等於5台投車的傷害值喔 非常的誇張 那不要單純說 傷害值喔 以這個攻速來說的話 就可以讓投車奴號 發揮的效果就更好一點了 那我個人認為喔 4E體股裡面的所有的攻擊加成 不要包含那些踐踏傷害的 額外傷害的話 攻速的加成來說 應該是最好的加成 像日本武士啊 日本的步兵攻速加成 還有這個 伊索比亞的攻兵攻速加成 其實都是蠻強大的 那賽爾特的工程器的 攻速加成也是很強 還有這個西比亞的火器喔 攻速加成也是蠻誇張的 所以這個賽爾特呢 基本上 他是一個不弱的文明 至少我覺得有A級以上吧 團戰來說應該是A級 那單挑來說的話 可能是B或A以上 因為他的伐木 是全世界裡面喔 伐木速度最快的文明 而且他是這個能力 黑暗時代就有了 所以正常來說 賽爾特的經濟本來就不差了 所以 鷹家這邊會慢上帝龍時代也是蠻正常的 因為本身我們有說到 鷹家沒有什麼太多的經濟加成 反而是賽爾特有 賽爾特有這個木頭的經濟加成 那木頭又是一個非常標準的 需要爆經濟 需要用到的這個資源 所以賽爾特的經濟來說 一定會比鷹家上好上一些些的 那這邊直接很果斷喔 升到了中頭 中頭的話 康克對方投死手就很好用 那我們就回到我們開頭講的 鷹家人 要去對付對方的工程器 是需要去思考怎麼對付的 基本上只能用老鷹喔 那老鷹的話又會被對方的步兵給counter 這個問題就很難解 雖然投死手可以counter步兵 但工程器是最麻煩 雖然硬家人喔 其實也可以打這個投死車的部分 去跟對方護頭 但我覺得各個認為 護頭的結果並不會太好 因為對手是賽爾特人 因為賽爾特人還有金冠喔 這個賽爾特狂熱這個科技喔 可以增加工程器的血量 可以讓他的這個頭車喔 血量高達84滴血 這個到了中頭好像快到了90幾滴吧 然後衝車有300多滴血 370幾滴血的衝車 非常的發展 沒記錯的話應該是這樣 所以打頭車打到後期的話 本身我覺得還是會虧的 跟他打一個你沒有優勢的單位喔 小魚就越容易血 因為人家重頭一發可以投放你的頭車 但是你一發頭車卻打不贏對方 這個就很大的一個差別 這個勝率一閃掉 這邊補下箭矢的升級 增加一下城堡的射存範圍 這邊鬆爛武士可能升級攻防快一點喔 沒有剩下多的時間可以去讓他提升喔 這邊先點一下精銳鬆爛武士 那硬家人這邊打得非常強攻喔 非常多勝率喔 跟頭子設計在前線 這邊4台巨頭準備出來 4巨頭的拆速度非常快速喔 鬆爛武士能夠在被拆完之前出來拯救世界嗎 那硬家這邊對付頭車的方式就比較簡單一點 直接升下印刷技術喔 然後再減一下救贖思想 招想對方的頭車來說效果是不錯的 這邊要自滴嗎 哇沒有自滴頭車可以反砸一下 哎呀很痛 這邊再砸沒砸到 OK城堡直接被砸掉一個了 完蛋了 呃賽爾特人又是走精銳鬆爛武士喔 城堡數量其實要好好保留下來比較好 喔不然有沒有城堡很容易就會斷兵喔 好這邊還點下異端邪說 哇這個科技是說 呃算是賽爾特人喔 對抗救贖思想的一個很好的打法 好異端邪說點下去之後 你的工程器喔被著想立刻就會被 自動拆解喔 原地之解 這個科技我覺得很關鍵 但這個科技有點貴喔 講實在的喔 我覺得他並不是一個便宜的科技 我記得好像是要千黃金嗎 對一千黃金 沒有改過 從前到現在都是一千黃金 好那 冰家這邊轉出了這個槍隊長 那槍隊長的話對抗對方步兵來說是有點稍微有優勢的 那在點下他的金冠植物盾之後 槍隊長的防禦還在更上一層樓 所以打步兵來說是有優勢的 而且本身又有射程優勢 優勢其實蠻大的 並不差 而且他攻速也是蠻快的 那這時候有人會說 欸那槍隊長跟日本武士誰會贏啊 我個人覺得以秀操作來說的話 槍隊長走A的話是有優勢會贏的 那日本武士以平A來說的話是肯定贏的 攻速幾塊之外 而且槍隊長都是保兵的 但以秀操作來說的話 是有可能槍隊長是有機會秀贏對手的 畢竟多一個喔 數量一多的情況下喔 誰輸誰贏真的是蠻難說的 好那這邊 生物直接被打噴了出來 直接噴在地上 噴了滿地都是 不是 好那這個噴在地上的生物 趕快撿血啊 後面趕快開修道院 撿一下生物了 那賽特人這邊其實升級差不多了喔 準備三弓再補下 這個鬆蘭武士就完全體了 用血量85低血 那這個金礦有點危險喔 野金的部分 那這邊還要來繼續強這個礦虛 硬家這邊打得非常激進喔 好那這邊槍隊長看傷害非常高喔 攻擊力還沒有點完 就直接戳爆 但是頭車砸了一發 噢呦 非常的痛啊 哇這個再砸一下 後面頭破血了喔 這就是 鬆蘭武士加上頭石器的威力嗎 好 但是其實鬆蘭武士的機上是比槍隊長還會高的 所以基本上單挑來說打槍隊長是輕了一舉 但數量一多槍隊長是非常難解的 那我覺得硬家這邊的數量可能要多一點 槍隊長的部分 這邊頭車再砸一下 好 生魚要趕快砸 欸沒辦法砸到就直接被肢解了 好 頭石手還是有蠻強大的壓制能力的 好這波要再上前前壓嗎 感覺上是要來打了一波 又退了回去 那這時候我融會說 欸那硬家 欸這邊鬆蘭武士要不要轉這個劍兵勇士啊 出這個卵甲技術去抵抗對方頭石手 那我覺得這樣做的意義是不大了 而且 劍兵勇士是走得很慢的步兵單位喔 鬆蘭武士還有移動速度的優勢喔 基本上可以把它想像是賽爾特人的 這個騎兵來用 應該可以砸掉 欸 漂亮喔 這個巨頭砸得速度過快 好這個砸了一波 哇這個直接打到頭破血龍 這個大概死了快要死著頭石手啊 很虧阿 好但是生鯉依舊是個難解之旅 這個頭車 小心喔 衝隊長過來戳戳了 好 偷玩家的黃金太過分了 這位兩位選手 分數大約是242500分的玩家喔 我記得他們最後有到2600分過 分數來說算是頂尖S級的選手 那這個聖鯉戰打得非常漂亮 哇這個頭身 果然中了 我看到這個彈道過去 這個聖鯉要往後走 基本上躲不掉了 好 那賽爾特人這邊點下三攻喔 有三攻之後更能處理一下這個頭石手 頭石手這裡完全沒有防禦喔 被收藏龍士打到還是很痛的 那贏家這邊支援有點爆喔 木頭來到了5000多 喔4000多 賽爾特人這邊有3000喔 但是賽爾特人這邊把木頭就要躲喔 因為他出很多大量工程器喔 那贏家這邊本身喔 木頭需求量其實並不是那麼高的喔 因為頭石手槍隊長 跟這個僧侶喔 都不是吃到工程器的這個木頭的需求量 所以木頭這邊 喔 果然全部賣掉了 全部轉成黃金 那槍隊長可能要趕快點下三攻 那頭石手防禦也要趕快補下會比較好 頭石手的輸出還是非常快速的 這邊應該可以戳掉一台巨頭嗎 What 怎麼剩下一滴血就不投 然後這邊又被頭石的砸到 那賽爾特人這邊還沒點下重頭 沒有足夠的肉跟黃金 因為現在肉全部投資在送爛武士上 送爛武士直接請壓一波 殺掉了非常多的頭石手 連三女也直接倒地 紅石手這段傷害還是很高 但是被打的時候還是很痛 因為松爛武士的基本傷害太高了 只要三下 就可以把這個頭石手給解決掉 那三女也是不例外的 好 脫一下脫一下 那槍隊長現在三防好了 但是沒有植物盾的關係喔 所以打對方的松爛武士 還是有點的痛 太龍被反制了 那黃金中被搶了回來 賽爾特人又攔起了一切希望喔 四巨頭拆城堡非常快速 直接吊拆 那這邊四台等於是五台巨頭的概念 所以這個基本上 你要用去修的話 看到對方四巨頭 賽爾特人 你至少要拉三四十吋 來修城堡 才有可能修得回來啊 不然這個血量掉出太快了 好 上兩五四繼續在爆 那賽爾特人可能要出來 去撒一些農田會比較好 這邊有在補農田 二技能沒有補 但應該也沒關係啦 畢竟這個是競技場 木頭玩具很多 直接讓他繼續浪費木頭也沒關係啦 反正木頭賽爾特人反正就挖得快 問題發大 OK 這邊終結到這個城堡 可以把這個派基金奪回來了 又不知道 Model裡有沒有看到這塊黃金喔 應該是有看到 好 那這邊決定要來中間前壓了嗎 感覺上是不錯的選擇 因為下面沒有城堡 待會用三樓師去解決就好了 這邊就給對手壓力 甚至把上面的金礦再拿回來 所以自己的優勢會再更大一些 好 這邊偷偷偷打了一波 嘶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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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坨 真的是舒服了 啊 哇塞 打了一波 哇 很爽 這就是賽爾特人後期了 很強大的地方 騷擾武士配上強大的攻城器 真的是難解肢體 然後再點下這個一端邪術 對方就算真的招強到了 也可以自己被自滴 好 那鷹家這邊要打贏的方法 一定要出些老鷹喔 那賽爾特人喔 也確實在防對手老鷹突然跑出來 所以松藍武士喔 一直沒有去前面喔 去靠建築物喔 或是去抓後面的單位喔 他一直在想 鷹家這邊 是不是在轉老鷹喔 但其實鷹家也不太敢打老鷹喔 因為老鷹基本上是打不贏松藍武士的 但是現在沒有機動單位 可以去處理投石車的話 只能靠森女了 好 但是工程器依舊解的很開心 鷹鷹投石機架起來之後 想怎麼打就怎麼打 而且這邊鷹鷹投石機 還可以吃到攻速加成 非常的快速 好 投石手也直接上來硬點 這邊拿石頭砸投車 塞一發 沒有拆掉 哇 這邊大量建築物直接被都根掉了 好 那薩爾特人之後發現下面 這個挖黃金的全部解決掉了 鷹家動物意識到自己沒有三弓 投車這邊能解掉嗎 雖然我是上前硬尻尻 把所有生女給收掉了嗎 剩下一隻殘血的5滴生女 好 那這裡沒有生女的鷹家 遇到投車已經沒有辦法解的掉了 這邊投石車 過來投石手能反擊嗎 這邊只能被逼破 哇靠 收容師大量倒地 但是投車直接漲到 哇 又直接損失了一坨 這個硬家應該是沒忘了 進來了 好 終於轉老鷹了 但轉老鷹的時候打出了GG 可能覺得自己外面的野礦全部被拿掉 就算這邊再反打回去 可能也沒希望之類的 那這邊下方野區也是 礦學也是被騷擾的 那我覺得硬家這邊轉老鷹 轉得有點偏晚 那我覺得太依賴這個生女了 但生女 counter對方的投車 是非常漂亮的 這個是沒什麼話好說的 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但是後方的收容武士 確實很難搞 那老鷹可能要盡早出一下 搭配自己的槍隊長 或者是劍兵勇士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畢竟只有這個食物減免 出槍隊長跟劍勇都可以 那收容武士比較難處理喔 可能還是要靠投擲手 那投擲手的數量可能出得太多 但出得不 數量太少的話也是個問題喔 還是會很難解對方的這個收容武士 這個平衡怎麼搭配喔 通常都是這個世紀帝國的一個後期的一個問題 那櫻家後期的一個肉量還是很多 你看這個知覺量其實還是很充足 那很直覺的喔 這就是櫻家的一個難沒做的問題 可龍被工程器 counter這個問題 依舊是個難解肢體 那賽爾特人喔 在這個版本裡面喔 雖然來說他的這個寶兵 沒有什麼太大的更動 但是他的松蘭武士喔 不是松蘭武士喔 劍兵勇士喔 是有軟甲技術的 所以遇到一些弓箭文明的時候 還是蠻好用的 雖然櫻家來說的話 他有這個直接喔 counter步兵單位的投尸手 所以這個劍兵勇士沒有出來喔 但我覺得 呃 賽爾特人喔 如果不打松蘭武士 直接出劍兵勇士 去counter對方的弓兵 其實也不切實際喔 因為你不如就直接出松蘭武士 松蘭武士還有這個跑速喔 更容易提到對方的弓箭手 那自己出劍兵勇士的話 其實是比較難 去做 counter對方弓兵的一個動作的 你還是要搭配投資器 或者是奴跑 去打會比較好 所以我覺得賽爾特人 再次改版喔 並不是那麼的亮眼喔 也沒有太大的改變喔 雖然這個城堡銀貫血量的範圍回血喔 但實際用到的用途喔 基本上有跟沒有一樣 因為你大部分時間喔 你的步兵還是在外面在騷擾或進攻的喔 並沒有太多時間可以在下方回血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喔 經濟沒意外套賽爾特人應該是 屌虐 因為五聖物 那硬家人的話 這邊黃金我以為會贏一點點喔 因為他在外面挖了很久的黃金 帶我五聖物 把這個經濟給補回來喔 那硬家人果然經濟還是稍微偏殘一點喔 因為他是靠 死物減免去獲得經濟優勢的喔 所以本身的數值表面來看喔 會輸給賽爾特人是蠻正常的一件事情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要請期待幫我按下訂閱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